韓國知名Jump Show熱力四射的演出炒熱現場氣氛 還有航空公司用飛機渦輪挑起民眾出國神經 台北國際旅展第二天現場大批人潮各個手拿店仔細比較 旅遊業者也祭出超殺優惠 像是台灣民眾最愛的日本自由行萬元遊兆 還有才宣布開放台灣免簽的泰國也是熱門選項 因為ITF最主要是我們整年度最大的旅遊展覽 除了我們一般團體的第二人者四千之外的優惠活動 旅展現場有特別為下殺很多的商品 像我們現在沖繩機家酒自由行四天三夜的話 我們只要七千九百九十九 旅展現場我們還可以做第二人者兩千的優惠活動 那我們的九州左鶴自由行四天跟五天 這兩個出發日期的指定的區間在11、12月份的話 我們是九千九百九十九含稅 我們旅展現場的話 東京自由行最低價是一萬兩千九百九九 那大阪自由行我們也下殺到我們一萬三千九百九九 那近期期來我們泰遷有開始有實施免簽證的一個內容 那我們因為這樣的一個政策 我們團體旅遊的話 我們旅展現場最低只要一萬五遊找的一個優惠活動方案 由於這次台北國際旅展是去年十月國境開放後 滿週年的首場國際旅展 旅遊業者也觀察到國人出國旅遊僅恢復至疫情前的八成 因此更是卯足全力刺激民眾消費慾望 以我們現在目前看到的數字來講的話 在整個今年度的一個旅展的話 ITF的流量還是非常人數非常多 那因為人數多啊 我們今天的一個訂單 相較於去年跟今年整年度的一個旅展 第一天跟第二天的一個效果 我們將近成長了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左右的一個人數 本次台北國際旅展總共有一千三百個攤位餐展 不管是國內外旅遊 還是機票住宿團體或自由行 還有飯店餐券等都應有盡有 民眾想撿便宜可得把握機會 記者林奇惠 台北報導